好我们来看看考上作文创新大法具体有哪些内容 具体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来采取措施进行创新 来取得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作文效果呢 在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一些铺垫 也就是说在我们不同的一些类型中 我们怎样去选择各种更好的方法 包括什么修辞啊 在句式上面画功夫 进行一个达人作文的锤炼 对不对 那么既然我们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 我们具体在大的框架下 在大的主题方面 我们能够做到怎样的创新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都拿到了一个主题 对不对 母亲的主题 或者说什么 爱梦的主题 那么我们怎样把它写得更加有心意 让我们的这个岳正老师一看就觉得 哇这个孩子很有想法的这种感觉的话 那么就接下去看吧 好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紧扣话题 标题求心 对不对 爱现在除了我们有一些命题作文 半命题作文之后 有更多的是让我们开放去进行选择的 爱让你自命题的作文 那么在这种作文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里是怎么样 在自命题作文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要审清楚题 如果他已经给了你题目 如果他已经给了你题目 以梦为题 那么这个怎么样 你就不用改题目了 题目叫韩世梦 如果以梦为话题就得改题目 对不对 最好改题目 而且一定要让你的题目求心 懂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好的题目 是可以概括全文的内容的 这里是对你的标题起了一些要求 大家记住 那么可以体现全文的思路 你整个文章是围绕怎样的一个主题来写的 对不对 可以涵盖全文的主旨 你是喜欢的 不喜欢的是爱还是恨 是支持还是反对 对不对 可以表明全文的特色 有可能人家从你的标题中就可以感觉到 你这篇文章是散文型的吗 对不对 是一轮文型的吗 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不对 好第一个 必须要准确 并且要扣住话题 对不对 你不能题目就 让人猜不透跟哪个主题有关系 对不对 OK 不能偏题离题 告诫大家 好第二个 要醒目 要紧扣文章内容 让人一看就一目了然 给人一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都是给大家提出要求 具体的例子在后面 要简洁 要短小简单 你不能 梦是 把内容都写满了 是不是就不太像标题 对不对 一定要简练简单 对吧 简约美 OK 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能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 具体 怎么可能写出这样呢 是吧 小达老师会告诉你 来我们看看 常见的文体有三种类型 这有一张我的照片 这是我在答疑的时候的照片 我们再看一下 跟着小达老师走 第一个老实情 就是说本本分分 对不对 做个老实人 老老实人采用原话题 原词句 并不多加改造 比如说 他说以心灵的选择为题 那你就心灵的选择 或者以诚信为题 那你就是小意诚信 对不对 小谈诚信 对吧 就大概简单的进行一个改造 第二个就是深化型 那么在对原话题理解的基础上 索拟文体或明确主旨 或概括内容 或体现思路 或表明特色 刚才的四个 对不对 如高扬道德的大旗 以及失败是种难言的美丽 还有人在旅途 人在旅途有点像什么 人在窘途 对不对 就是感觉 可能会发生一点奇妙的事情 第一个比较红 对吧 红的一个主题 高举大 道德的大旗 这有点大 那么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对不对 失败是种难言的美丽 首先第一个 有可能是跟失败有关系的 一件事 体现了你的失败的过程 但是 就会给人又有想象的空间 对不对 为什么失败就会美丽呢 一般我们都说成功人多美丽 对不对 多骄傲 但是失败也是美丽的 是一种难言的美丽 有可能你就会 对这个文章就产生兴趣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第三个是艺术型的 在艺术型的标题中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我们所用的 爱表现手法也好 修辞手法也好 让它怎么样 显得更加的高雅 优雅美丽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比喻式的修辞手法 用起来 对不对 人生也是一张答卷 或者人生是一场答卷 也可以啊 在你答卷的过程中 就是在你书写人生的过程 对不对 OK 成功之花只对挑战者绽放 这好像是一个演讲吧 类似的成功之花 对吧 花开花的这种最后的美的这样一个结果 呈呈现的是成功成功的样子 成功之花只为挑战者开放 有一点这种励志的这种文章的感觉 对不对 第二个引用式 你可以引用歌曲 可以引用诗句 歌曲你不该悄悄的走开 对不对 横看成林策成峰 就有可能是一个一轮轮 对不对 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对吧 不同的看法 那么你在可以引用歌曲 可以引用诗句 甚至是你平常的 哎 广告词 或者说我在街头小巷看到的一些 你觉得 哎 这个可以用来标题的都可以来用 只要跟你的主题怎么样 密切相关就OK了 好 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反问式 哎 这少了一个问号 对吧 21世纪你美吗 就是这个题目 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环境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 哎 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哎 环境受到了污染 然后你就会提出反问 哎 在这个新的世纪到来之时 你会美吗 对不对 就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OK 情景是 情景是呢 就是说你把你的文章 你把你的标题 立入立于一个情景当中 比如说灯火阑珊处 其实这个也有点像什么 引用诗 哎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对吧 灯火阑珊处是一个 哎 比较迷离的 哎 而且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境地 而且是让人觉得稍稍有点梦幻的境地 那么这个地方 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可能就需要有一点想象了 对不对 哎 带着三句话上路 对不对 哎 是一个路的过程 走路的 行走的 旅途 旅途的过程 对不对 哎 那你就知道 每三句话呀 你是不是就会产生好奇了 OK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符号式 这个好像很多小孩愿意用 对不对 我觉得加点符号什么的 可酷了 酷炫 对不对 出发加拼搏等于到达 对吧 哎 这个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我 我比如说就像那个什么爱迪生曾经说过的啊 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呃 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造就了成功 这样呢 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一定要用好 你如果用不好 你你先拧一个试一下 你如果觉得这个真的是差 就是觉得 哎 就那样 一般 你就别用了 就用正常的 万一 哎 这个 没讨好 对不对 没弄巧 然后就直接失败了 那不就 得不偿失 对吧 好 呼告式就是 可能会有一种呐喊的一种状态 对吧 妈妈 我想对你说 对吧 对吧 然后 警察叔叔 我赞美你 就是这种的 这种呼告式的 哎 稍稍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 就是 呃 就幼儿式的 但是 哎 有时候用到是非常感人的 比如说在这里 妈妈 我想对你说 这是一种诚恳的方式 对不对 我想握住你的手 哎 这也是 妈妈 我想握住你的手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好 对比式 英雄 英雄 无用武之地 和英雄 有用武之地 哎 一看就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议论文的这样一个形式 对不对 他会正反打 对不对 哎 我正面是这样的 反面 我在这样说 举不同的例子 看最后 英雄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 对不对 哎 有点议论文的意思啊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在构思上什么样 进行创新 也就是说 我们除了在标题上面 哎 先把人的眼球抓住 先生夺人之外 在我们的整篇文章的构思 你的设计上 就要下功夫了 哎 我经常想 老师会告诉大家 对不对 哎 内容上 我们是需要下功夫的 在我们的语言锤炼方面 在我们的描写积蓄方面 是要下功夫的 但是 让我们不能忘记的 还有另一个方面 就是结构 也就是说 在我们拿到一个作文题目中 在我们审计的过程中 我们基本上就要知道 自己大概要写一个 怎样框架的内容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框架立起来 大概的大纲提出来 然后再慢慢往里填东西 这才是非常好的一个步骤 这会使你的文章 显得起来是进行设计的 而且不会凌乱 对吧 你不会想到哪 就写到哪 除非 你已经就是 特别棒了 然后你才会想到哪 要不然 你如果 这样张光失措的 想到哪 写到哪 那可能整篇文章 就是一个大白笔 OK 好我们看一下构思上创新 第一个 小标题组合的文章 这已经是有很多人尝试过的 小男老师在这里先提出来 但是我不一定建议你这样使用 我们来看看 善良的美丽 对吧 比如说就这样一个题目 善良的魅力 善良到底有哪些魅力呢 估计这个作者 希望能通过几件事情 来表现善良的魅力 怎么样 对不对 他就列出三个小标题 善 明月夜 善 冰淇淋 善 公交车 你就会觉得 哦 这是可能在明月夜发生的一件事情 跟冰淇淋有关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 哦 好像挺酷的 对吧 但是 其实 在小达老师眼里 这 too low OK 就是 我觉得 也没怎么样 对吧 人人都可以写出来 只要你想得到 对吧 我小达老师告诉你就能写得出来 对不对 反正就分成三段嘛 对不对 就很容易写了 等会儿如果可以的话 给大家告诉更好的方法 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日记书信 书真情 也就是说 你可以采用日记的方式 或者书信的方式 哎 表达你的这个思路 对不对 整个把你的文章串起来 哎 几篇日记 哎 书信 或者 曾经小达老师在初中的时候 好像就写过书信起的 是我创新之计 对吧 别人都没想到 当时是什么主题啊 是你平等为话题 写一篇文章 那么我当时就说 给平等的一封信 哎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写的挺烂的 但是在这个整个形式上有所创新 当时老师就比较赞扬 对不对 我给平等写一封信 哎 说你 哎 你怎样做到平等呢 哎 这世间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现象 怎么才能平等呢 对不对 哎 写信的过程是一种抒发的过程 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 对不对 OK 所以说以日记的方式 编排作文更为争切 更为创新 对不对 哎 你写日记 你想想日记是非常私逆的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你写的时候也是你最真挚的感情的流露 对吧 好 书信提示 可以双方式的 可以双方式的 对不对 没问题吧 哎 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或者可以议论的 哎 没问题 可以抒情的 可以说明的 都可以 所以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是比较灵活的 便于倾土心中的感情的 哎 没有问题啊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样一篇文章 哎 是以日记体的方式来呈现的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有人问我 一个人为什么要活着 因为我衣食静雨色 我不想随便敷衍几句 为了赚钱 为了吃穿住行 等无聊的话 因为生命的意义远没那样简单 所以我努力思考着 2月21日星期一多云转情 今天我家隔壁搬来了一对老夫妻 他们大约60多岁 满头银发 都瘦瘦小小的 在楼梯口 我居然见到了这样一幕 老太太背着丈夫 缓缓地吃力地爬上楼梯 她一步一步地支撑着 还不时地安慰丈夫 没关系 很快就到了 当我爸爸想替她背时 她投了一个慈祥的微笑 不用了 我家老头子就喜欢让我背 天哪 是什么力量让她艰难地登上五楼的 据剧委会阿婆介绍 这家姓王 男的得了分尸病 下肢瘫痪了好多年 因为子女在外地 一直都是妻子照顾她 她平时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几个字 什么事都不能干 哦 祝她们好运 三月十日 星期四晴 放学回家 我看见邻居老夫妻又在街心花园散步 这是她们每天的习惯 老太太推着轮语 正和丈夫观察园中美景 看 这是牡丹花 我以前最喜欢这花 我们结婚时 你摘了一朵 戴在我头上 老太太沉浸在过去美好的记忆中 老先生点点头 便伸手想要去摘一朵 别别 这是公家的 不能摘 妻子慈爱地抓住了丈夫的手 走 我们去别处看看 眼前的这一幕真让人感动 老夫妻的恩爱 真让我难以忘怀 爱 真情无价 四月十四日星期五 阴转小雨 隔壁的老太太突发脑移血 去世了 这个消息真让人沮丧 我想 现在最伤心的应该是王老吧 她失去了挚爱 即使活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 四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 王老的子女已经为母亲办好了丧事 今天早上 他们到我家来感谢我们这几个月来 对二老的照顾 还说后天 接老先生去外地一起住 我想见老先生最后一面 傍晚 我推着王老在花园里 这次见到最后一面 别忘了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